花莲市各部落风年季这个星期假日 由嘎尼安、吉保甘以及新夏部落率先登场 部落族人季竹林请丰收 为风年季揭开序幕 市长魏佳燕也到场参与盛事 与族人共舞并分享丰收的喜悦 花莲市各部落风年季这个星期假日 由嘎尼安、吉保甘、新夏部落率先登场 部落族人季竹林请丰收 为风年季揭开序幕 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参与盛事 和族人们分享丰收的喜悦 部落的事务后 花莲市都会持续的来支持 会来推动 那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同步 以及所有的族人 那我想再过8月1号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族人 我想这块土地是我们原住民的 我们都要尊敬我们所有的族人 再次的祝福我们所有族人 一切平安 那可以看到到我们吉保甘这边 我们部落聚会所盖的非常的漂亮 那我要特别的谢谢我们甘校长 那再跟我们前任的魏佳贤市长 特别的来争取经费 来设置我们的部落聚会所 让族人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空间 那办理各项的一个 不管是蜂蜓祭、捕鱼祭、捕鸟祭等等 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广场来办理 市长魏佳燕感谢部落头目 长期投入部落的事务推展 以及文化发扬 他也表示施工所会继续鼓励部落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除了支持族人举办各项的传统祭典之外 也会积极协助母语夹根、传统祭义传承等工作 而花莲市到8月24号 还有多场的部落风连祭 也欢迎喜爱原住民文化的民众 可以前往体验共舞 谢谢陆慧欢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